111全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技衣競賽 國立基隆商工榮獲二金五優勝的佳績 其中機器人職類延續了全國技能競賽第五名的佳績 在本次競賽中榮獲金手獎第三名 創下校史紀錄 獲獎學生吳博彥說 因為我在之前有先比過技能競賽 那我知道在現場比遙控這個項目的時候會非常的緊張 那當時在競技競賽也出現一些失誤 那這一次比賽我有特別加強練習遙控的部分 那在現場的時候就相對其他隊伍我們表現得比較穩定 所以遙控這項分數我們是拿滿的 選手吳博彥、許順雄在國中階段對課程並不感興趣 直到就讀科技型高中 發現電機電子專業的樂趣 在選手的培訓期間 同時獲得航空電子科與資訊科兩位科主任指導 同時融入航電科無人載具的技術 一延伸了資訊科的程式設計的自動控制 發揮了跨域整合的專業技術 機商資訊科主任蔡依賢說 人工智慧跟自動化科技的發展大概是我們未來的發展趨勢 我們機器人職種比賽主要也是想要讓學生可以有這方面的技術跟能力 所以我們的選手可能必須從機器人的設計、組裝、調教 以及遙控這方面都必須具備有相當的專業能力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希望也可以將國中端一起納入進來進行培訓 那如果像是未來的有一些技能競賽青少年組的比賽的話 也讓國中端一起來參與 機器人是結合電機、電子、資訊及機械等專業整合技術的新興之種 將培養出人工智慧及自動化科技人才 機器人也是配合政府政策發展生產力4.0及智慧機械主要的設備關鍵 機商的教師群不斷激發學生多元的專業成長 創造學生個人價值、樹立專業品牌 在區域擔任技職領航的角色 公民記者張宇成、溫建平、高維成、基隆企圖區採訪報導 全民視省平面的參與本音樂 全民視省平面的參與